这个显米佛学院 很有必要的 这个显宗和密宗 其实 这个 不同传承的话呢 有必要的 不过如今呢 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的弟子 就比较弱 说实在的 跟汉传佛教比较起来 因为他们没有自信性 然后藏传佛教的很多的上师们 在以前 大家可能不懂网络 和不懂现在的一些手段 所以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的话呢 代表藏传佛教而参加的 不读 为什么是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经常有 藏传佛教的 以集体的名义来 没有呢 其实我们分别的 尼玛派啊 撒加派啊 非常多的高三大德 但是我们藏传佛教 也作为一个载体 作为一个体系 来实现的时候呢 那么跟其他宗派 和其他教派呢 大家都也有一体的方法 也有踏体的方法 这种方式呢 弘扬佛法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呢 今天呢 就是讲到 我们藏传佛教呢 实际上就是应该是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 社会当中呢 他的修行是非常非常惯用的 很多人修了之后 也是有一种 就是从境界上面 不管是哪一个教派 都有不同传承的一些 加持和历练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呢 跟这个其他教派一起学习 另一方面呢 大家 就是在座的各位呢 也应该好好的 这个修行 就是这是我们一定要 就是值得考虑的 就是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这样的这个 这个佛教的理念呢 现在在科技非常发达的 这个世代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去 值得修行和关心 很多人认为是 所谓的科学 就是才是能解决人生的 最大问题的 其实科学呢 能解决部分的问题 以前 梁启超学者 他说过 他说是 道德与科学呢 就是实际上是 他们之间的关心是 相反的 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人们的道德呢 会低落 或者说是退市 这个观点我还是比较承认的 为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 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 可能是我们迷失方向 丧失了自己的这个良知 有这个危险性啊 有这个危险性 因此我们以后呢 就是在不痛的世代当中呢 应该要自己争取一种 不痛的这个理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思考什么 依靠一种佛教的这种修行 无论是你自己给哪一个奔赠 哪一个众派都是可以的 优怨的话 就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自己呢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修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修 我们光是在一个词句上 在一个这种 这个辩论 或者说是在一种 这个心想上度过的话 恐怕是有些人啊 就是道士的事和什么境界都是没有的 就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想说一下 在座的人呢 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其实真正的真理呢 不是金钱 真正的真理呢 不是什么 就其他的这个财物 最好是认识自己的心灵 以前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有一个修行人 他是云游者 他在云游的过程当中 后来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珠宝 然后这个珠宝呢 就是他装在自己的宝里面 就是然后继续甘露 继续甘露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 有可有恶的一个特别贫困的人 然后他看来是个可怜兮兮的 然后呢 就是准备给他解决吃的 解决喝的 就是就给他吃的喝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看见就是他包里面的珠宝 就是他心里非常的欢喜 然后这个修行人呢 就是把这个珠宝呢 就是也给给这个人 然后那个贫穷的人非常欢喜 就摇脱而走了 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回来 就是把这个珠宝就是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以后呢 就换给他 他说我虽然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珍宝 但是我不需要这个 我还是还给你 我需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你这么好的珠宝 就是设的给我 那你的这种信是哪里来的 你这样的这个设行呢 我想是可能更珍贵 就是我希望需要就是 你能设的这样的这种心态呢 对我来讲是如今是最需要的 我需要一种修行 它是这样希求的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呢 就是这么一个和睦相处的一种气氛呢 大家都是和和乐乐 开开心心呢 应该欢欢乐乐 就这么一个心态和气氛当中呢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各教派不相畏 大家一定要用一种各种清净性来 就是获得自己的修行 其实我们按照张传佛教来讲呢 比如说宗喀巴大师 阿底下尊哉 梁华神大师是 根据第四诗这个 班禅罗上求经的教理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华神 包括萨迦班子达 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呢 他在不同的诸佛菩萨的发现 这是有无数的教理 在座的人波切和很多这个法师的话呢 我在昨前天看了一下 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在这里 我吓一跳 这个格西 这个坑波 而且他们确实也是从德行 我不是特意来夸张 我一般夸张的很少 我经常批评别人 你们听过我的课也是可能知道 很多上师都是不喜欢我 不喜欢我是我个人没有得罪过他 但是我经常有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经常说 但是我昨天一看的 这么多的高僧大帝也在台湾 其实真正像我们这样的 来一堂课给大家讲一堂课 就有限的 时间也是有限 精力也是有限 你们也是短短的几分当中 也是得不到什么 但这些上师们呢 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护照的教理 护照的一些真理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 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语言的各个 各方面的个别人来讲是有 个别人来讲是没有 他们很多都是在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在在学习 我很很欢喜 我希望你们呢 也应该就是 挣这种机会啊 就是在很多上师面前 就是得法为主 其他都是 不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们什么 随习功德啊 随习什么啊 所谓的功德 现在很多人的概念都是不相同的 那这些我也不谱也不理 就是怎么样都可以 就是 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什么呢 你们也需要的是心相续的这种智慧和慈悲心 那这些上师们呢 牛主在这里的主要的目的呢 应该是这个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目标 尽量的端出这个自私自利的心 为弘扬这个佛法和利益众生呢 每一个人大乘佛子来讲啊 都是一不用辞的 不可缺少的 如果缺少了利益众生 缺少了这个对佛法的责任性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学者也实际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而已 因此呢 特别希望啊 就是大家就是共同 这个成板就是弘法利益众生的事情 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 自己的一种责任 这个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要维护 就是正法 就维护正法 同时呢 自己也是认认真正的去修行 那么这种方法呢 应该需要有一种这个和合 就是和合圣 就是有和合的 那这样的这个和合以后呢 会心态就是平和 心态平和以后呢 就是能发融入心 当发融入心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开悟呢 实际上是不愿的 因此呢 这样的这种理念呢 我想是科学在发的 实在在改变的 东西方的任何一个文化人员 什么样的高低层次的人呢 没有什么可色的 就佛经当中讲 诸法平等 法无高下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应该以一种自信的这个妙力 就是体现 在这方面 大家奉献自己的一切 这样一个佛教的未来呢 也有希望 我们在座的这个解脱呢 也更加就是有着这个美好的这个虔诚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勘迁索达记忍过去为我们这么精彩的开示 接下来我们央信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世间如果有佛法 众生才能够以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来把佛陀的正法 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也希望各位呢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的是 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 到处去邀请人家来 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到我们家里来收一百块 一个月收一千块 这些大菩萨 我们看到他 他就是生命菩萨 赞叹他 但是也希望各位呢 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 为什么 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 做得更好 更好的内容 那么全世界的友情生命啊 过放生啊 戒杀啊 失失啊 救流浪狗啊 帮助每一个人学佛啊 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 内容的广大 所以各位呢 不断地来护持 投入生命电视台 我们买更好的机器 制作更多的动画漫画 弘扬到全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独救了 所以生命电视台功能 太大了 各位护持的功能更是大 所以随时护持关系 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只要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简称 生命基金会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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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什么故事都有理 预言同话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香香妈妈好 你好 霍华你有沒有很喜欢的东西呢 有啊 那你多怎么样获得你喜欢的东西呢 跟爸爸妈妈说 跟爸爸妈妈说就好了 妈妈就会拿你喜欢的东西给你了吗 没有啊 不然就是要立一些工啊 立什么工啊 做一些家事啊 做一些家事就是立工哦 小兵立大工对不对 好 有的时候呢 你有很喜欢的东西 你会想办法 对不对 那有些人啊 他是不劳而获 那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呢 是有关于 他很喜欢一个东西 可是他却得到了以后 却没有节制的 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故事 米缸中的老鼠 这年头受伤真不好 道路也不饱满 生活困难 希望某天可以封条雨顺 让我们过点好日子 在一个草料仓库里住着两只老鼠 他们每天只能在草料堆里找稻谷来填饱肚子 生活得很新鲜 哎呀 这年头要填饱肚子真是很困难啊 哎 这里能吃的食物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应该出去寻找食物充足的地方 嗯 你可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啊 这里虽然吃的东西少点 可至少没有危险 这种辛苦的日子我过够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离开这里 出去找寻更多的食物 于是 这只老鼠便离开了草料仓库 出去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 老鼠走了很远